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律师这边的PPG可以看到吗 没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运作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法人或者企业政府的关系 其实本质起点是我们应该没有任何关系 除非法律上有特别的规定我们有任何民事之间的关系 第二或者是我们达成了任何一个协议 有一个合同规定我们这样的关系 不然我们就谁都不欠谁的 谁也不对任何人拥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所以今天作为一个底线思维 从法律角度 我就从三个大的方面 从考虑到疫情对现实的这样的影响 那最主要对于企业来说 也就是三个关系 一个是对内 对内的关系作为一个企业和劳动者 和我们的务员有什么样的法律关系 如果违反了这样的法律关系 最后的后果是什么 如果这个后果比较重要的话 我们承担不起的话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预防行为 第二个关系是我们企业是和第三方 也就是和第三方签的上下游 商业关系 大部分合同关系 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可能 我们现在如果是大部分有 还是租用的房产的话 和房东的这样一个关系 第三个在这个社会里面运行的过程 任何一个行为 人与社会 人与企业的关系里面 都有一个第三方 叫做政府 政府会限制一大堆的 这样的一些主动的责任 那这也就是一些合规关系 所以今天我想主要是从三个方面 作为一个企业 对内我们应该和务员 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法定义 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如果不尊重这样的关系 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能不能承担起 如果不能承担起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项 可以预防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对外关系 我们和房东的关系 我们和上下游企业 和第三方的合同关系 有什么样的一个可能的影响 如果发生问题 我们能不能复担得起 如果复担不起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 一些采取主动措施 聚防 第三个当然就是从政府角度合规 作为一个在英国运营的企业 在这个法律下边 政府都给我们施加了 什么样的一些主动义务 如果我们不去做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还有一个第三个呢 就是保险 我们因为这一个特别的情况 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些的商业损失 从保险呢 会不会能拿到一些救济 和一些补助 那起码我们的第一个 第一大部分 就是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这样 我们在这个社会里边 所有的合同关系 都是只要是成人之间的 和企业之间的关系 起点就是一个合同关系 如果我没有答应过你任何东西 看我不欠你任何东西 我没有对你尽任何义务的 这样的职责 所以起点永远是一个合同关系 一般情况下 所以任何一个人抄你要什么 或者你抄别人要什么 提出任何一个主张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之间也没有这样一协议 原来人家当没答应过你 你因为付出一定的一个对价 才形成这样一个合同关系 这可以是口头的 也可以书面的 也可以通过行为 比如在超市里面买东西 摆在那边的所有的东西 标的价格 那就是一个offer 你拿过去交钱 那个行为就形成了一个合同 那我们之所以要谈 这个劳动合同关系 对内的最主要的一个关系 就是我们员工的关系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合同 尽管我们和员工 员工出卖自己的劳动和服务 我们的代价是给员工 叫做工资或者奖金 但这个合同不是一个绝对自由的合同 很多合同有两类 一类是自由协议不受任何第三方限制 但作为劳动合同是一个受第三方限制 也就是劳动合同法 因为这个政府在这个法律框架下认为 劳动者是一个弱势群体 他们需要一个最低的法律框架的一个保护 所以在签署劳动合同的过程里面 不仅是你我们作为雇主想让员工做什么 还有一个法律允许我们让他们做什么 比如说你一周要求超过60小时工作 你即便员工愿意 你愿意法律不同意的 让你让他去做一些非法的工作 这些东西都是有法律的最低底线 比如说包括他的劳动假期 一年的假期是什么样 最低工资是什么 这都一样 那我们起点呢 就是先是一般法律规定是什么样 然后我们在疫情期间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一般企业情况规定就是 作为一般的劳动合同 雇主是对员工有一个法定的义务 你要保证给他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场所 给他提供安全合适的工具 对这些工具进行合理的保护维护 刚才包括这些IT工作流程 有这样一个制度建设 你能保证它的相对安全 这是一般的义务 然后呢 还有特定的一些法律规定 我们都要进行什么样的义务 比如这里边最主要的是一个 这个叫工作健康和安全法 74年的这样的法律 他要求你保证员工的健康 他们的安全 他们的扶植 同时你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作为雇主 你要提供他们必要的信息 要给他们培训 要给他们知道 同时要有这样的合适的人 一些安排保证你实现这些目的 做了这样一个规定 那我们要进这样的一个义务 如果不进这样的义务 一会儿当然我会去介绍的结果是什么 下面还有这个劳动安全 扶植这样的一个99年的 这样一些规定 也都是说雇主要进合理努力 去保证员工的工作环境 合适的工具 这里边说了这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雇主和员工之间 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心 因为毕竟是一个互动的这样的关系 这就法定义务 法定义务如果违反 下面什么样的结果 请问可以下一个 结果就是任何一个劳动合同 你并不能随便作为雇主 你说你不喜欢他就可以解雇 这里边的法律规定是 任何一个解雇自动就是一个非法解雇 非法解雇的后果是 第一他可以要求判决 法庭判决 他回来工作 你不喜欢他也回来工作 第二个是你要对他进行 有法定的赔偿和赔偿性的赔偿 补偿性的赔偿 就是一直到他找到下一个工作的时间 基本你要付出所有的费用 那你如果觉得承担不起这样一个后果的话 还要一个对律师费用 如果证明你错的话 你还要支付对方的费用 如果你不想这样 那就要进到所有的法律制作 法律制作这里面 请问你可以一个一个 我们很快的过一下 就是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因为疫情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所以第一个 当你要他回去工作的时候 部署首先要做一个评估 安不安全 而且要征求员工意见 你既然做了评估 要写上写出来 既然征求了意见要发邮件 这是最后证明 我没有尽到法律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问题 一个抗辩问题 所以评估要用书面的 一征求意见要备案 然后征求意见以后 你要公示 然后要在公示提示 所有的应该做什么 因为你要给他提供这样的必要的 这样的一个安全设施 所以什么洗漆乳液 什么擦桌 这些东西两米距离 你都要提醒 你要求员工回来 你可以提醒他们要戴口罩 这个是现在政府在推荐的部件 尽管他们争议了很多 那下边还有一个叫Riddle Report 就是为了社会安全 就是如果你的企业里边 因为非特定事件 可能是你的员工或者是雇员 或者第三方 比如餐厅现在都要求你去登记 如果有一个人感染了 你有这样一个报道 必须要向政府报道 这个也是违规了 是有商业 甚至有刑事责任 对高管 第二个呢 当然是由于员工 导致了这样一病情 可能会传染 你要通知政府 然后有始死亡 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是我们拥有法定义务 下一个呢 我们当然规定很多 这边雇主要认为 员工比较娇气 所以你还要给他 关心他在公家 公家里面好不好 你要给他打电话 联络他好不好 心里是不是受到刺激 是不是特别孤独 这些东西 你都要尽到义务 尽到这样的义务 既然是合规 做了就要写出来 想做的要写出来 写出来的就要做 做了呢 就要留个记录 如果有任何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做一个 有效的这样一个抗辩 这就是我们主要的 这一些相关的 然后这里边有很多调整 包括假期怎么算 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停止的 这个Fullo 这个不管 这就是我们作为劳动法 要考虑的主要的一个内容 就像下一页 如果你不做 那他告你 那最后他可以邀请你回去 回去工作 然后同时 那就是你要赔上大部分的金钱 甚至可能会丢灭了 那下一个主要的关系呢 作为商业合同 就是你和第三方的一个关系 第三方这里边其实没有 我刚才已经说了 和一个商业第三方 一个自然人启蒙下业 这些 其实你最主要的一个关系就是 你有没有合同关系 如果合同里边 尤其是我们和第三方 一般的合同关系 中国会 我们毛素会发过不可抗力 发过通知 大家要认 事没有这样一个法定的一个假设 你只要没有规定 你上面没有写 你写的是疾病导致的问题 可以赔偿 或者是你谈了任何一个 可以终止合同 只要你没写 COVID-19 那合同没有写清楚 对不起 没有所谓的不可抗力 法律的 你不能假设 你不能以这个为依据 说不去执行 或者是延续执行这个合同 第二个是一个合同受阻原则 就是由于不是你的原因 由于这个外部环境导致你 实在没有办法 执行这样一个合同 你可能能终止这样一个协议 但你要证明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对我们最大的影响 对大部分企业 可能最主要是租金 那这个也是一个循环 就等于我们有是做成租的 有的是租客 那在这个政府 现在对所有的法律规定下 基本上他考虑的这个疫情 是一个临时性的 这样一个突发事件 法律责任原则是不能改变 但所有他做出的这些规定 都是一个延迟性的规定 所以你的法定责任和义务 永远不消失 至少按现在的法律规定 和政府的政策 就是他建议你可以推迟 比如原来你欠房租 你可以申请 做一个stature demand 只要你欠750磅 他不还 你就可以申请的货产 现在的法定不接手 然后房租 你要欠的房租超过7天 正常情况下 房东就可以变卖 你那个里边的设备 包括餐馆 那现在是不允许 他要你等189天 办以后再说 然后包括这个 房东和房主的关系 包括房主和银行的关系 政府发了这样的一个 善意性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尽管没有约束力 但是如果去法庭的话 法庭会特别考虑 你有没有考虑 政府给你这些建议 所以对于房东来说 对于房客来说 就是如果你拖欠租金 由于生意不好 至少你可以跟他说 拖欠过程里面 因为合同里面都会约定 拖欠的过程里面 你要交那个违约金 然后包括交那个利息 这个政府建议 最好你不要收利息 第二个呢 比如说就是一个 service charge 这个服务费 服务费因为大家不需要 那么多的打扫卫生 你既然有节省 作为房东 那政府也建议 你就把这个节省出来 和房客一起分享 你也去减少这个service charge 这也是政府的一个建议 但你合同里面怎么写的 你法庭有几点 还是那个样子 当然政府也会考虑的 大部分房东 那本身也是业务 如果房地产管理公司 租赁公司 那他们会有银行还款业务 所以他要求银行 尽量考虑这样的情况 不去处罚那么多违约 但这也都是一件意 这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合同 房租租赁公司 下一个呢 当然就是商业合同 政府的东西就是上游供应链 下游的客户 带分家商和技术授权 也就这么多的合同 这些合同里面最主要的 可能就是 我们可能想由于疫情受到影响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建议说 我们可不可以去谈判 可不可以减少 可不可以拖延 然后尤其是 因为前边 大家没有人能遇见的 这样的情况 没有几个合同里面写的 特别清楚 全球传染病啊 什么写不清 那就无效 那现在已经进入所谓的叫后疫情时代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为了预防 我们要不要考虑在新的合同里面 加上如果由于疫情影响 你是不是可以赶走的 或者是不是可以加租怎么样 那希望能再做一个预防措施 能在新的合同里面 还有的里面能写清楚 这就是第三方的合同关系 主要的是那方东 因为那些最主要影响经济建架构的 所以政府提了一些特别多建议 最后的一个是刚才已经讲过 不管任何一个自然人企业 在这个社会里面 做任何这样的商业活动 你都受一个叫第三方的政府的管制 他给你很多明显的这样的主动义务 你不做就叫违规 只能最后一页 那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也一样考虑 就是我们违规又能怎么样 还是刚才说了 大部分前面商业合同违规的结果 就是钱 基本用钱能摆平 你要不在乎 那你就交钱 那你可以一件事都不做 但合规不一定 合规比如说第一个就关于数据合规 英国的数据合规或西方的数据合规 它都和中国的最大的一个分别 它有特别大的乘处措施 比如那个GDPR个人信息保护 它一般是如果你违规 它罚款金额是在你全球营业额的 2%到4% 如果你不介意 当然所以任何一个违规 合规罚款 都是以千万和亿为单位的 如果你也不介意这个钱 那当然没问题 但如果做上市公司国企 那是有董事责任的 所以你要不要考虑合规 第二个就是由于合规 西方的一些特别的特点 因为大家不在乎 所以现在合规很重要的特点 是原因他们都已经 加上这样一些的个人责任 个人责任就是 他们要求你在这个过程里边 如果有违规 可能他会要求你 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个人企业 个人责任 个人责任的结果就是 你可能会要去进监狱 你会有刑事责任 所以就是你要不要特别清楚 考虑这样的一个结果 进行合理的一个预防 这就是一个合规的一个义务 所以如果你不完成这样的一个 合规义务 你是可能作为企业高管 是可以进监狱的 所以这个情况 你如果考虑清楚了 那就有合规 那你要刚才是一样 你进到合规责任 同时你还要完成这样的一个 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合规 合规的安排 同时做一个记录 做一个有效的抗辩 然后最后的一个就是保险 对于保险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商业保险 我们这样的商业保险 是不是有效 现在有这样一个正在等待结果的判例 就是因为银行的保险 大部分都保了商业 比如这种干涉 我们会不会到银行那去 到那保险公司去获得赔偿 原则上我觉得作为一个社会责任 应该不可能 因为如果法院是这样判决的话 基本上那个行业 那个银行保险业就应该破产 因为这是做一个政府 无限量化宽松都完成不了的这样一个任务 让保险业去做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判决的最后我们不做预测 但我觉得是很难的 所以今天可能就是三个方面 一方面就是对内的关系 这是一个法庭关系 最坏的结果是赔偿 第二个是对外的关系 你看看可不可以靠这个合同救济的方式去解决 第三个当然最后就是一个合规 合规如果你不做或者没做好 那就是一个最主要最坏的情况 就是你可能有现实责任 今天我要说的可能很多 多谢各位 后面可以与学生了解互通 在这边 我做得好 我就有点个人 有点儿